Hello 大家好 一生期间呢 大家在这里上网课 那么很多老师也在用Zoom给学生们上课 那么在今天这个视频里呢 我想介绍一下如何用Python写个小程序 给你的Zoom直播课程加上上面这样子的弹幕 从右到左滚动播放 相信有了弹幕之后 也许课程上学生们的发言会更踊跃一些吧 那么我先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思路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共享屏幕 就是你上课的时候每个学生会看到的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这个就是那个Chatbox Zoom的聊天对话框 学生们可以在这里打文字 你自己也可以打的那个 比如说我现在在这里打ABCD 大家看到这个文 当你发表了这个文字之后呢 Zoom它是有一个Save Chat 存储聊天的这个功能的 大家也看到了 当你存储之后 我这个程序会立刻把这个文本信息 爬取出来 然后投屏到这个共享屏幕的上方 就这个方法是非常简单的 咱们这个Chat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文本 TXT的文本文件 你看 你看这个文本文件 包括了每个对话的时间 Pause的时间 还有内容 所以这个程序的思路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从这个线下的这个TXT文件里边 把每一个聊天的时间和内容 扒取出来 然后再投屏到 共享屏幕的上方 其实这个共享屏幕的上方 我创建了一个小小的故意 图形界面 然后在图形界面上 把那个文字更好地打印出来 从右到左 公共播放 比如说再打 随便打几个 LL 哈哈哈 这种 灌水 然后你每当 呃存 看存这个Chat之后 上面的这个 打钢子所打的信息 就会立刻播放出来 所以 呃思路上就是 呃我们要 控制这个鼠标 自动控制这个鼠标 让这个鼠标 每隔一段时间 自动去点这个more 和save chat 这样你就 呃上课你该 你该 用PVD讲课 你该讲什么 就讲什么 然后程序会自动 每隔几秒钟 鼠标会挪到这边 然后去点这个save chat 这样你的 呃学生 学生聊天的内容 也会适时的 更新到那个 那个弹幕上 呃这就是 这个啊 你看 这个 这个papoint 叫你不要弄全片 否则就把这个 固定挡住了 呃 别人给它那个 半片 留住这个 留住这个固定的空间来 然后学生打的 这些 这些 然后你实际讲课的时候呢 这个主要框 其实最好挪到这个 共产屏幕外边 这样学生会看不见 你的手表在这些自动点 那这样会显得更好看一些 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不错呢 那么欢迎关注我的其他平台 谢谢收看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